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台湾当地时间7月24日 Facebook账户 KeyKaila以夏绿妹在7月20日发长文指控 指控对网红亚丽玛王金平曾多次批评自己 并且还用小号留言毁谤 但双方完全不认识 同时今日由Facebook账户 OnaMamiQ发文提到 在我所收到的证据中 里头有人说N2他哪敢来找我 并且里头有人超嗨说 怕N2崩溃哭 说我N伦敦妈妈霸凌他 每个人听到集体霸凌 群主里头又更嗨了 Oh my God 既然知道自己其实在行霸凌之时 还是忍不住落井下石 不论是不是单纯八卦讨论 你们说我假好了 请问你们的人品又真到哪里 所以前几天我都在忙着 用电话亲自花时间 跟对方确认我收得了证据属实以否 没向TC妈直接公布 是因为想听听看对方的说法 不让自己有误会别人的机会 我自恋的人是现实中生活中见过面的或是曾就是朋友的人 其他群主中骂我骂最很凶的其他人 我倒是不介意反正我不认识 我打电话问到的时候重点只放在 请问你们当时是不是真的很想要我死 他们过程是不是很阴重 你们看起来很享受连环攻击 欲罢不能 我只想执照热席 道不道歉我也不在乎 反正道歉也只是怕舆论而道歉罢了 人生只有一次 干嘛那么辛苦 证据 爆料资料库太完整 根本无息对峙 真的只是同意Facebook账户 王金平发文体的 我犯了错 就算现在说出事情言尾也不会改变我本人的曾经做过错事的事实 但我知道是要为在等我想激起支持我的人做出解释 这段时间有很多留言蜚语 每个网红妈妈的指责我都看到了 我不确定你们得到什么信息资讯 但的确有部分以事实相反偏颇或趁机造假攻击 在此也仅交代事实 没有要针对谁 而既已对世界所有的尊重 以法律调管 请荣誓我无法在此公开附上完整对话截图 因此只要你是任何关系曾经听说什么 或是希望历清的状况 甚至你觉得就是欠你一个当面道歉 都可以直接与我联系 我保留着2015年至2020年 以他的私信对话纪录 不管是他来调起我以各网红的仇事 谎称我主导公开发令法文暗讽 甚至对外网言叫他写流产的事等等 我有完整对话记录 我会尽我所能回答 并诚意以你说明致歉 这也将是我最后针对此事件公开说明 后续由非经本人同意 擅自将我以他人而私下对话内容 截图公开散布或影射不实资讯留言 都将交由法律处理 接下来以下内容全部属实 我愿意负担所有法律责任 在这位曾经的好闺蜜 不欢而善后 这几年我过得非常不安 也是熏稀迟然 我很害怕 怕他拿我们两个人才知道秘密 和无话不疼的内容当作武器 非常遗憾 他还是决定用他最擅长的方式引发一切 却不断出现在我的留言里 用各种明细暗示的提醒着 王金平你有做错事 所以我知道我需要好好面对 不能再逃避了 约近九年多前 我加入一个海外妈妈的社团里 有天他私信我开启了我们的联系 对当时法文很烂 当地也没有什么华人朋友的我来说 他就像父母般的出现 自从认识他后 我们会彼此诉苦 分享无法对外抱怨的很多生活 琐碎白脑 碰到错事时 也给我很多的支持 那段时间他在我心中站着 非常重要地位 我非常依赖他 他真的很会鼓励人 他曾经告诉我 他非常讨厌网红 但是我跟其他人不一样 这真的给我很大的自信 继续有关王金平 网络自信显示 他是一名贫瘠混血爆红的台湾网红 同志自信显示